好 首先你可以跟人家借到 是一個10塊錢的錢幣喔 好 將它拿上來之後呢 好 首先呢 來 注意看了 一個普通的錢幣喔 好 放在你的嘴上輕輕一咬 錢幣呢 它已經被你咬碎 接著呢 好 吹一口仙氣 看到沒有 好 首先呢 我們同樣的也可以透過 跟朋友來借錢幣 來實施這樣的一個效果 經過這個檢查之後 這個瓶子本身沒有什麼機關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拿起這個錢幣喔 在瓶子上面 來加以敲擊 來證明這個瓶子確實 硬幣比瓶口還要來的大一些喔 可以清楚的看見 好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塞進去 現在呢 施一點魔法之後 欸 看清楚了嗎 這個錢幣呢 已經穿透到這個瓶子裡面喔 好 接下來只要輕輕一抖 欸 這個錢幣喔